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又可以在台期間為你們帶來另外一集特級報導 那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這個車款 老師真的是超級超級興奮 可以站在他的旁邊 這一台車非常非常的稀有 我說的稀有度是全世界限量 非常非常少 真的是有錢也買不到 那這台車的車名品牌叫做Confederate 可能對於剛入門說要玩這個重車的朋友們 應該不太了解也不太清楚 不過這個名字呢 這個品牌已經在1991年就已經建立了 那老師等會呢 也會再更深入的跟你們介紹一下Confederate 這個牌子的這個來龍去脈 那老師今天要為你們介紹這台車款呢 它的型號就叫做Red B120 Red這個直接翻中文 它的名字就叫做幽靈 所以這台車也有幽靈的這個名稱 那老師呢更深入的介紹這台車之前 我必須要特別感謝這台車的車主 這一位車主非常的大方 這次帶我們來他的工作室 然後呢 無私的跟我們分享他的收場 這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稀有 所以big shout out to whoever you are man thank you so much 那講到這台車呢 其實車主他有稍微動了一些手腳 那老師呢等會也會在介紹中呢 跟你們講他有動到什麼東西喔 好 Confederate這個品牌是在1991年成立的 他們是位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一家高檔摩托車製造商 他們希望將品牌塑造為摩托車界的勞斯萊斯 而且他們非常注重車子的美感與獨特性 Confederate的中文翻譯為聯盟 而這個名稱呢 是來自美國北戰時期南方軍隊的名字 有如超級跑車一樣 Confederate每一輛摩托車都是由一位專屬的技師打造而成 由於Confederate是屬於手工車 所以每一位技師都得平均花費500個小時打造一台摩托車 Confederate每年最大的產量為25台 而他們呢只接受訂製 Confederate摩托車的平均價位都不便宜 從六七萬美金到十萬塊美金都有 如果沒有一點財力是玩不起這種車 雖然價位不怎麼親民但這也算是一種投資 尤其是過去發行和停產的車種 聽說現在的價值都已經超出當年所購入的價錢 講到WITH B120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它的心臟 它是1670cc V型雙鋼引擎 擁有大約125匹馬力 五檔變速 由於引擎本身還使用化油器 當引擎處於冷鋼的時候真的很難發動 有趣的是每次將引擎發動之前都必須按下雙鋼火星塞旁的一顆按鈕 聽說這是確保氣缸裡的氣底能完全排出 讓氣缸裡的火花能順利的爆發 全車多處結構採用碳纖維材質 所以車重只有大約198公斤 這和一般屬於Cruiser系列的車種相比起來真的輕巧多了 其中WITH B120最具有特色的一項設計就是它的前叉 方方將它稱為雙刀前叉 且這項套件是透過空力測試的 真的是帥爆 其實講到WITH B120整體的設計 真的是突破一般人對於Cruiser的印象 比如說它的後車單搖臂 碳纖維鋼圈與LED前後燈 真的都非常前衛的設計 如果有真正能擁有一台這麼具有藝術氣息的摩托車 真的是史無遺憾 那其實這台車呢 車主也有動一點小小的手腳 比如說呢 前面我們看一下前面的這個卡鉗 它原本原廠來的時候是單盤的 單碟煞的 但因為呢 這個車主他直接跟這個廠商說 這個單碟盤好像煞不太起來 所以廠商呢 他就跟廠商就在買一個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煞車跟這個碟盤 所以現在這台車是有雙碟盤的 這也是只有這台車子才有的 好 那講到這個部分呢 其實車主也有改到這個 我們台語所謂的中崩烏布 這就是讓你的clutch 這個按和放會比較輕鬆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車主 在這台車上面動手腳的另外一個細節 非常非常的酷 那講到Confederate它的這個油蓋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設計 因為你看喔 一般像我們這個加油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油桶上方對不對 可是其實它這個上面是加機油的 就是這個engine oil的地方 它不是加油孔 所以這也是這個Confederate 非常獨特的一個設計 那如果你問老師說 老師那這台車要在哪裡加油 就是在這邊 側面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很像這種 很像這個怎麼講 汽水蓋的這個瓶 這個拉環 這邊才是這個加油孔 所以這也是Confederate 另外一個非常獨特性的設計 非常酷 那當我們講到龍頭的部分 其實車主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煞車的這個liver 還有這個純油罐 也是有換過的 所以這也不是原廠的 那這也在這個細節上 增加一點這個豐富性 那現在老師就帶你來看一下 當我們把車子發動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ignition打開的時候 它這個電油表的地方有沒有 這個dashboard看起來有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非常的簡單對不對 原則上呢 就給你一個這種有沒有 RPM的這個表 那下面有一些這種怎麼講 小小的顯示表 顯示什麼呢 這邊是MPH對不對 Miles Per Hour 應該就是時速表對不對 這邊一個綠色的燈 也代表neutral空檔 那紅色的燈呢 應該是代表這個電源 是不是應該是這麼一回事 如果老師講錯 再幫我做一點補充 那講到頭燈的部分 老師現在就為你介紹一下 這個頭燈是怎麼運作 原則上呢 要開啟頭燈 你要先把鑰匙開到第二格 當你開到第二格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頭燈就會亮出來 那如果你要開遠燈的話 也就是這一顆 原則上就是多了一顆燈而已 那我們就直接從這個地方來 攝影師照過來 這邊一個非常簡單的這個開關 有沒有 直接開下去 你看 這邊表上面就會出現 遠燈的這個 怎麼講 標示 那你看一下前面 有沒有 就變成兩顆燈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細節 而且你看這很Sample 我們來攝影師照過來 燈的後面呢 就這樣子兩條線接過來 其實非常非常的簡陋 可是呢 好像簡陋中又帶了一種非常漂亮的美感 真的是超酷的 那如果你問老師說 這個左右燈要怎麼運作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先把大燈關掉 左右燈你就按上面這邊 如果要左轉的時候 你就按這個 那你看 從前面看呢 左燈就是從這邊出現 非常非常漂亮一個細節 我們攝影師來站遠一點 這邊直接拍過來看一下 那如果呢 我們是要打右轉燈呢 我們就按這邊 有沒有看到 手把這邊就會出現 右轉燈的這個號式燈 非常酷 老師真的超喜歡這個細節 那我們現在從後面看過來 其實連後面這邊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他有沒有亮這個左燈 他就是用這種煞車燈去做變換 所以是非常酷的一個細節 那如果煞車會是什麼樣的造型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就是比較亮 真的好漂亮 很好看 那我們再看一下左燈打下去 而且老師發現喔 這個燈你按差不多10秒的時候 有沒有 你也不用再按 把它調回去 它自動會把它就是關掉 你看喔 快10秒有沒有 它自己就關掉 老師完全沒有去按 它自動就會把這個燈直接就是切掉 所以是蠻酷的一個功能 好那在特輯的結尾呢 我知道你們大家最期待 就是聽一下 這台車是怎麼樣的濕吼對不對 所以老師現在非常的熄悅 非常期待 跟你們一起聽一下這台車的噪音 這台車的聲音是怎麼一回事喔 來我們現在就來聽看看 10 Your thumb is one smart 8 10 15 aj 18 20 2 12 55 幾 20 好,再次感謝大家準時收看老師這次為你們帶來的特級報導 那老師再次感謝這個車主吳斯跟我們分享他自己的收藏 那記得幫老師的影片分享、按讚、留言並做補充 那這次看你老師TIL NEXT TIME, BYE BYE 這次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